大家早晨 今早的香港早晨 我想跟大家說 為何要支持澳門的Thomas 昨天Thomas就在澳門過來香港 來倉庭找我和華哥 大家都聊了一會 也是第一次見面 雖然我們在拍片合作上都有年多 不過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到昨天我們才見面 大家都知道Thomas去之前 都是一位標譜的從業員 也有十幾年的中標經驗 自己也懂得整標 也曾經過過去瑞士 去做一些交流之類的事情 所以呢 他之後就離開了中標業 現在正在做一位外賣送科員 我們就覺得非常之可惜 而他的經驗和能力 竟然沒有在標項發展 我們都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其實都想呼籲 在澳門任何一間標譜 如果有能力 其實應該把握的機會 聘請像Thomas這類的人才 因為你要知道 聘請到Thomas 不只是聘請一位銷售 這麼簡單 因為他有自己的一個 YouTube Channel 亦都可以幫你的標譜 做些宣傳 每個牌子 每個款 每日出一條片都不行 就是這樣說 請他 不只是請一位標譜的銷售 還可以幫你做 網上宣傳的一個渠道 他自己有自己的一個Channel Thomas譚心雪標 另外 他還懂得維修 如果有時有些客人 有些小問題 換電池那樣東西 他都可以 升任 其實在很多標譜裏面 其實是很多很多的銷售 是完全不懂 維修這件事 換電池都不懂 我見到有些集團式的大標譜 換粒電都叫你放下 換粒電都叫你放下 一個星期後才來拿 你說搞不搞笑 所以 Thomas這類人才 如果在澳門 那些標譜 大標譜也好 小標譜也好 其實應該是 如果有能力 是應該拼用它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有 一些手錶的知識 又懂得維修標 你就 對客人來說 是多一重的信心 如果在香港來說 大家都知道 華哥為多少人 做過多少 維修的工作 相比其他 有些標譜 或者有些網上店 賣完這隻標給你 甚麼都不關他的事 你有甚麼問題 他就叫你拿去Agent 甚麼都不關他的事 不過 譬如接觸過華哥 都知道 如果有些簡單的問題 可以幫你解決 就不需要 每次都說拿去Agent 因為你知道有些Agent 手錶品牌的Agent 手錶品牌的Agent 都很參差 有些都幾舊 幾舊的意思 就是說 維修之前 又要跟你收個檢查費 或者是 維修 如果知道了問題之後 可能又 做個清單給你 又要這樣收費 那樣收費 有很多這些例子 我們都聽過不少 所以如果有懂得整標的 就是一個銷售 在一間標譜裏面 可以幫到手 就是你說幾好 那因為他有那些 機心的知識 懂得整標 他也 少一些機會 是老點你去買 甚麼標 因為他自己都知道 自己都要過到自己的 個關去困你 是不是 那所以是 是不同的 就是一位 銷售士 又懂得 整標 又有標的知識 那在我這方面 我都會盡力去幫 Thomas 在他未 回來 回來 標項 那 標迷 你們可以做的就是 去訂閱他的頻道 看他的影片 那有時候 你看他的影片 不是太多 一些牌子 或者是 不是太多 推介 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第一去 就是 就是 在澳門 現在不是 就是 不是一間標譜裏工作 所以呢 也都要 其他人 去 給那些標去拍 或者找他 才有得出一些內容 所以 在他未 回來 入標項 希望大家可以 訂閱 他 分享他的影片 多些 看一下他的影片 那 希望他盡快 可以 回來 標項 OK 那我們 這集 香港早晨 就和 Thomas 加油了 拜拜